因為之前大家都在講說高鴻安 他當時被起訴的時候 檢察官就有說他犯後態度不佳 然後這一陣子以來他在出庭的時候 大家也一直在講說他不認罪 他試圖想要用自己一個所謂的 灌老闆的方式去拖這個貪污罪 可是整件事情從今天宣判看起來 他這個所謂的灌老闆跟他只是道德瑕疵 看起來法院都不採用 這次法院的判決從新聞稿裡面來看 其實他就是跟著以前過往法院既定的見解 並沒有任何創新發明什麼新的說法 因為我想在場原資跟我都是明代 其實我們本來就知道說這個助理費的使用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就是你答應給助理多少 你就要給他多少 你不能夠再叫他繳回來 或者是說當立委 立委有公費加班費 你不能夠說叫助理把這個加班費的這一步 變成辦公室的公基金 因為過往很多的判決都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判決其實 沒有發明任何新的東西 就是因為高宏安他踩到了這條不該踩的線 那踩到再來不該踩的線之後 就是說他跟助理 共同都觸犯了這個貪污自罪條例裡面 利用職務機會榨取財務罪 不過在裡面所有的助理其實都有緩刑 原因很簡單 第一法院講說 有些助理他是認罪的 所以犯後態度良好給他緩刑 那另外包括那個不認罪的 這個堅持跟高宏安站在一起 因為法院說他沒有具備公務員身份 所以這個惡性比較輕 所以給他緩刑 但是高宏安的部分呢 因為第一個他從頭到尾都不認 第二個他態度非常的高姿態 我會講了 在法院門口還召集啦啦隊 這個在過去你怎麼會看到 射入詐領助理費 沒有看過這麼高調的被告 找這些啦啦隊 然後還有一些里長的 然後加油的 那你說嘛 按照刑法第57條各種良刑 包括犯後態度 包括他的自視程度 他是陶匪啊 照理來說應該要知道法律啊 這些綜合良刑下來 高宏安是沒有得到緩刑 那他現在是一審有罪 他還可以上訴 上訴他的權利 他可以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 發回更審看要更幾次 都可以是他的權利喔 但問題來了 現在他就面臨到我們 這個貪污治罪條例裡面 有罪 一審有罪之後要面臨停職嘛 所以接下來法院的判決 我覺得他在法律上 沒有什麼大的瑕疵或問題 因為他並沒有這種所謂的 創新見解或者是說 跟過往見解不符的問題 但是接下來的政治效應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只去思考 是包括第一個他停職之後 未來新竹的市政到底該怎麼辦 高宏安現在在任內啊 新竹市政的很多的弊端 他根本都沒有處理 因為這陣子已經被人家說 一個市長天天在出庭 這個天天在出庭 他會說他不是自願的啦 問題是在他出庭的時間以外 我也看不到什麼新竹市政的建術啊 包括說他當選的時候 他主打的那個棒球場 到現在你看 台北大巨蛋都已經打了幾場棒球比賽了 新竹棒球場在高宏安的領導之下 持續在漲草草草的比人頭還要高 挖了七包土不知道在幹什麼 他的這些市政到最後怎麼辦 如果說他停職之後 這些市政的問題遺留下來 那你覺得新竹市民 會不會把這筆帳算在高宏安 甚至算在柯文哲頭上 第二個喔 現在比較尷尬的是說 民眾黨柯文哲他主打清廉 黃國昌主打截壁 如今啊最大的一個貪污犯啊 就在你身邊的時候 接下來他們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不要忘了喔 各黨的道德標準 大家都看來眼裡 國民黨我記得好像是 是什麼時候會開除黨籍 國民黨是 判決確定 判決確定會開除黨籍 要判決確定 那什麼時候停權 這次完全沒有啦 就是國民黨確定不把他停權 國民黨都不停權 那民進黨的標準 他們個案處理啦 民進黨的標準 民進黨的縣是 像你鄭文燦來講 收押就停權三年 可是高鴻安這個 這個最嚴重啊 已經不只是起訴 已經一審有罪了 那麼民眾黨如何處理高鴻安這個人 他們還被抓到這個 悄悄改內歸耶 本來他們有個連政準則 當時是寫一審判決有罪 就開除黨籍喔 結果後來悄悄被發現說 修成 事情節輕重 予以除名或停權之處分 也就是呢 他會用個案的方式 再交給中平會來決議 我講過很多次 柯文哲的身邊 應該要有懂法律的人 應該要有 可以這個協助他判斷 這些法律問題的幕僚 我就問民眾黨他修這個 修完之後 除名或停權 除名是什麼意思啊 除名是什麼意思啊 我其實說實在的 開除黨籍 那開除黨籍要寫開除黨籍啊 因為本來是寫開除黨籍嘛 對不對 那高鴻安現在已經停權了啊 不是嗎 他的起訴之後拖了一段時間 終於扛不住輿論的壓力 高鴻安已經停權了 你修成這樣子 如果你 他現在判有罪喔 如果你還是維持停權處分 那就讓人家看破手腳 你的道德標準 根本就沒有比藍綠高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 好啦那你選除名 除名到底有什麼意思 就是把高鴻安的名字 從黨部的牆壁上拿下來嗎 如果除名就是開除黨籍 那你幹嘛修 你就把它開除黨籍啊 按照你原來的這種 所謂高道德標準啊 所以你看這個修正之後 立刻把柯文哲又弄了 兩面不是人嘛 他修這個要幹什麼 而且最好笑的是 萬一他們做出來的決議 真的還是維持停權的話 那高鴻安的存在 會讓以後柯文哲也好 黃國昌也好 再跳出來罵藍綠的時候 他的道德高度盡失嘛 阿苗我們插播一個最新的消息 剛剛高鴻安自己聲明 他宣布他先退出民眾黨 喔 先自己退出民眾黨 那民眾黨 這樣可以止血嗎 我跟各位說啊 民眾黨如果說 因為高鴻安已經退出了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再討論 對 看起來是這樣啊 那這個呢 就很明顯的 就是斷尾求生嘛 我跟各位講喔 過去如果大家講說 以民進黨跟民眾黨比較好了 民進黨過去一些社會指標案例 就算當事人自行退黨 他還是會再開一個中評會 把他開除黨 因為他要讓說 你離開這個黨 不是你自己說 這個黨不好我要退 而是這個黨 你不符合我們道德標準 開除你 這是一個態度嘛 那當然高鴻安 他做一個政治處理 不要給柯主席為難 所以我不如自己退了吧 但是你黨主動去開閘他 跟他自己要退 那個整個意義上 真的是差很多 差很多 這差很多 那再來 欸 不管是不是開除黨籍 不管民眾黨要不要開這個中評會 主席要不要表態 對 就是他怎麼說這個案子 他怎麼 因為先前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那個袋子調出來看啊 過去柯文哲是說 這是司法破壞高鴻安 對 柯文哲以前是講司法破壞喔 還幫高鴻安要加油的喔 現在咧 他要不要真的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就是展現尊重司法的態度 還是說 還是說 開直播 他叫法官你出來辯論啊 法官你寫的什麼 我看不懂啊 法官你什麼 主筆的法官 這個主筆的法官有寫名字啊 你出來辯論啊 我們來一場貪污大辯論 如果是採取這種態度的話 我想未來他就是完全沒有在任何 說藍綠不好的這樣子的道德高度 所以現在是柯文哲的最後機會 他在懸崖邊 今天下午他最好開一個記者會 正式宣告說 這個高鴻安不符合他的黨的道德標準 不是他自己退出就好了 要把他開除黨籍 而且呢最好把這個他們 終生不得回覆 最好把他們這個修改的黨規 再修回去啦 法院議審判決有罪就開除黨籍啦 因為以高鴻安這個案子來看 對他們來講最好就是這樣子嘛 對 如果說還要再繼續演對不對 又要這個給高鴻安呼呼 然後呢又要說藍綠都很爛 只有白色最好 那這樣子叫做馬腳都露出來了啦 這個再演就不像 現在黨內確實有非常多人 認為高鴻安乾脆 因為剛剛最新是說他退出民眾黨嘛 但是現在很多人其實希望他先辭職 至少好像辭職 然後用補選的方式 還有機會幫民眾黨保住新竹市 我先講幾個事啊 第一個是退黨的部分啦 因為這個外界會認為說 你乾脆自己退一退 因為就是按照現在這個民眾黨 他後來新修的法規啦 你說如果要現在把它停權 如果只是停權 因為他本來高鴻安 再提出就已經停權了 那如果說民眾黨未來就是說 停權的話 那會不會大家覺得太輕啊 喔你們這個黨啊 對貪污啊 就是這樣子 就是輕輕放下這樣 會被罵 但是如果你把它除名 也有人會認為說 高鴻安只是一審耶 那未來三審如果說 這個他又被判決無罪的話 那你或是說怎麼樣的話 那你們這樣子對得起高鴻安嗎 還是會有一些高鴻安支持者 等於說你對於柯文哲 或是對於民眾黨的中評委來講的話 你不管是要把它除名 或是把它停權 都有話要講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造成大家為難 你自己退一退 對 自己退一退 就是我們也不要造成說 我們到底要輕輕輕判 還是要重判 好這個 所以看起來這個高鴻安 我不用清理 不要大動作清理門戶 你自己退 求人得人啦 就是自己退退 不要給柯文哲中評委 民眾黨來找困擾 這是第一個啦 那第二個 你現在有人認為說 邱承遠你也不應該代理啊 因為大家就是無限上告 就是會把它往上 就覺得你是高鴻安 你這個是貪污犯 然後如果說你現在 我們過去還算是好朋友嘛 對 那等於說邱承遠還是會被你 這才叫做實質影響力 你還是實質可以掌控這個邱承遠嘛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你邱承遠 應該也不應該有邱承遠來代理 但是無論如何啦 我認為說高鴻安 你說他要自己現在就是趕快辭職喔 我覺得就是趕快拼補朽 就是說要讓民眾黨可以提人拼補朽 我覺得這不可能啦 因為第一個高鴻安 就是說他做得也不是很好 就是坦白講就是說他今天政績 我覺得他坦白講 你要問我在旁邊看的話 我覺得高鴻安這兩年其實是很辛苦的 非常非常辛苦 你看他一上任 他基本上一上任 他就要面對他的助理貪污費 他就已經鬧人在保法庭了 對 你看記者每次問到他 他就這兩年基本上他所有的新聞 跟他的光環 你要嘛不是在挖大祕寶 就大祕寶有挖的灰頭土臉 然後包括他的那個什麼 蔡麗卿 那個也是那個灰頭土臉 什麼都沒挖到 然後就這樣下台 然後再來呢 就是說他這兩年基本上都在跑法院 然後大家問他都是高鴻安 你對你的官司怎麼樣 你看就連台影颱風 這麼重要的這個颱風來 他也神隱 因為其實記者圍他 就是要問他說 你的心情怎麼樣呢 你對官司有沒有信心呢 從頭到尾他這兩年 都一直在被這件事情所苦 那他搬出的政績是什麼 你先想想看 真的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 所以就是說他現在辭職 反而留下很多這個出庭的時候 一些名言有沒有 大家之前不是還說什麼李中庭 是說什麼 那個黃衛文不是說 在辦公室聽到李中庭說 當立委就是要來撈錢 哪有在吐錢的 所以你想像高鴻安 你就只是想到 跟豪宅有關係 跟貪污有關係 然後大秘寶挖不出來什麼 然後他的那個什麼辦公室 雙眼皮貼 雙眼皮貼 然後辦公室改成什麼 酒店風什麼 你基本上想到的 然後要不然就是他的新竹米粉結 快改了一個什麼 就什麼竹倩結 就是把新竹好像 就是大家對他來講 都是批評比較多 所以你說他辭職 他又如果要來助選 我覺得被他助選 還希望高鴻安你不要過來 因為高鴻安你對我來講 是一個負數 不是政數 因為他整個兩年 他也真的拿不出什麼政績 簡單來說 就算他辭職補選民眾黨 在新竹市看起來也沒救 對 因為高鴻安來講 是一個大負數 那對民眾黨是一個重創 因為民眾黨唯一一個執政 那你說陳福海 陳福海是因為他帶槍投靠 可是陳福海自己也有官司在身 所以等於說他三省第一 陳福海下次也不能選 等於說你兩個 民眾黨唯二的直轄縣市 通通都有問題 而且柯文長會變成貪污保證 對啊 加上顏寬和 對啊 所以等於說民眾黨現在是 非常非常淒慘的一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是說 現在看起來對民眾黨來講 我也認為說 下午應該要開一個記者會 即便高鴻安退黨 他對於這個官司 對於高鴻安這件事情 他也應該要有一個表達的態度 至於說下次要派誰來選 我現在認為 現在邱承遠或柯美蘭都不會贏 他唯一唯一可能 還有一絲絲機會的 大概只剩黃國昌 黃國昌反正他在新北也選不贏 對於柯文哲來講 你現在新竹要拱手讓人 看他也不會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 你們也不用講說 什麼是民進黨直派代理 這個就是按照法規 坦白講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能夠做到年底 那中央來接管 這個本來就是按照法規 不管是任何黨派來做都是一樣 所以你說他現在 讓他可以握有這個公家資源 他還可以享用公家資源 可以到年底 他為什麼不用 可以到年底他還有一拼的機會 那你說他現在還可以用車水源 來累積他的一些資源 至少這些人都還是他的人 那他怎麼可能現在就到手 就直接放棄 把行政資源放掉 不可能的事情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